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 股票会说话 轮源投雇104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6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的节目就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奇珍问候大家 在我们今天股又继续往上涨的时候 投资朋友操作如何呢 好 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 股票会说话 邀请轮源投雇 杨天迪杨老师 老师你好 奇珍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老师我觉得台股非常的强劲 今天又上扬了66点 指数收在11,071点 前价量1489亿 那么在加选指数 涨幅0.6个百分点 OTC指数 最后是收涨0.4个百分点 好 老师我们今天盘面上 这个量价关系如何来看待 如何来表现 也要恭喜老师 因为你值得 因为我值得 那一档值得 在节目当中也常常分享 因为跟上瘾 老师的马曲名叫做小上瘾 所以呢 熟悉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两个股呢 都很 就是很印象深刻哦 那么到昨天还好又讲到他 对呀 今天呢 他是 哦 好早 我唱歌耶 对呀 我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 对呀 今天好早哦 他就掌停板锁到底耶 哇 真的是 换他公道 换老师公道 OK 谢谢老师的这个好眼光 那么在细节的部分呢 还有哪一些重点吗 投资朋友 如果有错过了 哦 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调整自己 一些操作上的一些思维呢 请教老师 对 我想 其实今天有留上限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最高点是 11,122点 收盘是11071点 我们大概留了51点的上限 也蛮长哦 就是尾盘有被人家杀一下 就从12点半之后开始杀 那为什么会从12点半之后开始杀呢 因为你吃饭吃到一半之后 然后呢 上班族出来吃饭嘛 中午出来吃饭 看到杀 主力时间来了 对 然后呢 就赶快卖一些股票 其实我觉得啦 就是我应该问你 就是为什么这个台股的一个走势 很多人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看坏 不管如何 很多人跟我讲说 老师那个股价太高了 指数太高了 你所有的观念都在于 太高两个字 好 但是我有跟各位 谈过一个关系 一个关键呢 我说 股票不会因为 涨高而下跌 好 股票不会因为 涨高而下跌 除非 它所有的基本面 都反映完了 炒作的股票 我不谈 因为一定有很多炒作股票 因为我只针对我要的部分 来做评估 是 所以我想 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大涨 创新高 几乎是 几乎是满线 那个所谓的满线 就是它几乎是收在高档 但台股今天却留下上影线 而且还蛮长的 因为51点来讲的话 基本上今天才涨66点嘛 你接近有一半是属于上影线 好就被杀回来 好我刚才谈到 我说台股的上影线 很多人在判断就是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啊 宁舍呢 其实我们看 这个上影线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在探讨一个状况就是 上影线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在出股票嘛 调节 有人在调节 卖股票 然后呢 那自然而然 就会形成所谓的一个 接手不足之后 就会杀回来 会上影线 所以我们的判断准则很简单 不是他有没有上影线 而是今天的成交量 有没有太大 如果今天成交量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代表这个散出来筹码是大的嘛 是 好那还好 我们只有1490亿左右 不到1500亿 基本上还好 那失控量的一个计算 大概是落在1750亿到1800亿 所以只有不到1500亿 OK的 没问题 这个上影线 就是有一些人当冲 你早上冲上去之后 然后呢 然后做错了 开始杀出来嘛 今天有很多是这样的哦 你看那个3518的博腾 博腾 找盘一冲冲冲冲冲冲 冲上去涨了8个百分点 好 收盘下跌 好 收盘下跌 所以就是这样了 快10% 所以这个上影线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是这样 冲上去杀回来 冲上去杀回来 这个大概8%左右 8 9%左右 那我就很好奇啦 为什么一档个股会这样做 还有 还有一档 还有一档 我一定要把这两档 把它讲出来 我再来跟你分享我的观念 另外一档叫做大宇资 哦 是 6111的大宇资 大宇资在盘中 拉高到了涨停板 收盘呢 只涨1个百分点 这说明什么 它下跌是9% 跌了大概9个百分点 今天你追到大宇资 追到100块的 我们不要说105啦 100块.5 我不要这样讲 我说你只要追到100块的 收盘叫92.8 你直接损失了 一张损失了 将近7000块 7000块 10张叫7万块 嗯 就是你一个做错的动作 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去买大宇资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去买博腾 我想我 我这边的一个讲法 我一定要跟各位谈清楚 你的观念 否则你在这市场很难生存 我有很多的消息来源 某某老师带你 带投资人跑进去买 进了大宇资 看好大宇资 怎么样 这个游戏的题材 今天橘子还不错了 我昨天讲了橘子 我说感冒不能吃橘子 不过看起来他感冒好了 所以今天橘子还不错 但问题是 大宇资就没有那么好了 他冲上去之后 碰涨停板 杀回来到接近平盘 所以我刚才谈到 我说我其实蛮好奇的 这些分析师 为什么会带投资朋友 去买这一类的股票 当然个性不同 我强调一点个性不同 所以个性不同就是 我实在不喜欢买 那个还没赚钱的公司 还一百块 还没什么赚钱 基本上股价还一百块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 那么敢追 所以你们在追股票 一定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你被强迫 什么叫被强迫 你参加投雇之后 老师带你买这种股票 恭喜发财 我只能恭喜你发财 另外一种呢 自己自以为是强势股 就买进去追进去 然后杀回来 好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逻辑 来探讨一个逻辑 我跟各位谈过 我从来不碰游戏股 我有没有讲过 有一直讲 我一直讲 生计也只有少数的 少数一财都会碰一下 我问各位 如果说一家公司 它从头到尾都不赚钱 你买它的用意何在 你是公司的大股东吗 你知道内线吗 某某手游 这个游戏 它这个很好 天堂M很好 M不变M头吗 当时的橘子不是M头吗 这个大师兄还来代言的嘛 游戏股 你一定要了解到它的惯性 它可能某一个游戏很好 但它不会每一个都很好 否则现在你有听到 网龙在讲什么吗 以前的游戏股的股王叫网龙 我问一下 你有没有套在四百块的网龙 我想问你这件事就好了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现在只有四十三块 股价打折剩下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件事情 我刚才讲到 我们就用 大宇之在今天拉到掌灵板 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财报 第一季赚七毛 第二季赚六毛 第三季亏两毛 去年的前三季 大概一块三一块一 大概赚一块一 股价一百块 我不知道它第四季如何 但游戏股它是有权利金 什么我没有办法知道 这种东西就有点像 像是新药的授权金的概念 你有办法先知道吗 你不可能先知道嘛 所以你都是听到消息才知道 听到消息知道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股价会在低档等你去买吗 它一定拉了一大段才出好消息 不是吗 有没有这样子 我再讲一次 是不是所有的游戏股 包括生技股都涨了一大段之后 才告诉你有某某的好消息 基亚你有没有套在四百块吗 对吧 生技股的基亚你有没有套在四百块 耗顶你有没有套在七百块吗 这个概念上如果你搞清楚你会知道 当然我同意电池股也会一样 所以我们直买什么 直卖我可以评估的嘛 我可以评估什么 我可以评估我告诉你 值得你就值得报老 1597的小上瘾就值得报老 好今天的值得 我告诉你 涨停板创下颇段新高 我只有一句话 你报老就对了 我给我的会员就是一句话 报老就对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在判断工具机的时候 我从去年讲到今年 对 我一直跟你谈到工具机叫做送分题 对 好啊 好啊 当时的送分题是上瘾嘛 后来的值得打下来之后 很多人以为说值得完蛋了 我说上瘾涨上去值得会不涨吗 我是同一个产业 有人跟我谈什么 龙哲科 那个是做车床的好吧 它也是工具机 不过它是做车床的好吗 做车床的跟这个所谓的微型线性滑轨 跟线性滑轨完全不一样 可以吗 我常在讲说很多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 龙哲科也是工具机的这个产业 但是龙哲科做的是车床 好 车床嘛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它是归纳为工具机的产业 所以它最近长得很凶 好 6609的龙哲科 好 连续长了两个停满上来 好 补涨 这叫补涨 如果龙哲科做车床的都可以补涨 值得不能长上去吗 就来了 来了嘛 来了不是吗 是 小上瘾嘛 我说产业前景才是重点嘛 对吧 我为什么把值得这个称之为小上瘾 我有没有跟你谈过 我说 其实我最看好的是上瘾 对 好 上瘾的接单能见度是最强的 那上瘾做的是线性滑轨 跟这个滚珠罗杆 跟单轴机器人 在线性滑轨的部分里面 值得做的是微型线性滑轨 微 微就是小的意思嘛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小上瘾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产品 是跟这个上瘾有点像 后面在线性马达的部分是很像 好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先透露一点讯息给你们 工具机后面的爆发力在线性马达 未来半导体会采用 线性马达 半导体设备厂会采用 我将来要跟你谈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到 我有没有懂很多 有啊 而且我要先吵起来 以后要记得问老师 要来吐槽我 没有吐槽 所以歌是不是很厉害 歌真的是欧巴太厉害了 我不是鼠 我是歌 不是鼠鼠 我是歌 所以值得建议拉到掌停板 我们当然就是恭喜会员 我们持有的值得 终于在今天 这几天熬出头 不是今天 连续四个 五个交易日涨四天 五个交易日涨四天 今天掌停板平行高 前一波的高点在109 今天的收盘叫109 准备要创新高了 好 我跟我会员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 很多会员说 老师那为什么上营涨 值得不会涨 我说一定会涨 你是我会员 有很多的联友在这个 我的脸书上 我都告诉他 你一定会涨 来了 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是 产业前景嘛 当我们了解到 产业的趋势的脉动之后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值得叫做 小送分题嘛 还送分题叫上营嘛 好那所以 小上营不就小送分题 好对哦 对对 所以小送分题 所以它也是一个送分题呀 所以当值得拉上来之后 你就知道 哦原来整个接单的能见度 才是股价能不能上涨的 主要关键 你买股票 能不能买的安心 是你买的产业 对不对吗 听到没有 如果你买的产业是对的 你就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呀 所以我们再拉回来拉回来 我有点跳痛 所以今天很多人 以为看到大盘大涨 哦就跳进去买 所以呢 这个很多的股票 低位借 你看 博腾低位借 老师你讲的低基期 有没有 我讲低基期 我确实有讲这句话 嗯 好 那博腾呢 最高冲到37.2 收盘叫34.2 所以一回来是三块钱 三块钱接近10% 9%左右 我有告诉你 低基期没有错 因为博腾的高点在50块3 所以他现在30块左右 是低基期 但是我有没有告诉你 不能评估价值的股票 你不要碰 有 有哦 一直说 你想打我脸啊 哪有那么简单 去年的博腾亏损累累 亏损了大概 我这边算一算 这就不符合老师选股的逻辑了 去年亏损5块钱的 5块多的博腾 老师就跳过了 不 前年亏损5块多 去年前三季给我亏损了1块6 2块2 这股票我怎么会去选 买股票不是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它的价值在哪里 你去给我追什么 哦 我的老师带我去追 你都是这样不是吗 好 该换就换了啦 我常常在讲 你要在个市场当中发财 稳稳荡荡跟着我 才能够赚得长长久久 这个 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低位接低基其实是重点 有些股票 涨价的股票 它一样会杀回来 有没有 你像是那个 3645的达麦 哇 今天中错快跌停 达麦有没有问题 基本面没有问题 老师你说基本面没有问题 因为它PI涨价嘛 别忘了 人家达麦从40块涨到100块 位接的问题嘛 好 我用达麦跟博登这两只股票 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达麦的基本面没问题 但它股价位接高了 你要给它多少倍的本益比 合理的本益比 区间会在哪里 这个地方它具不具备价值 未来具不具备成长 对吧 我们在每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要这样判断嘛 还是说你比较喜欢 就是看到墙就追进去 你不会吧 我不会 你当然不会 因为你比较 我不愿意 歌比较懂啊 对 说歌就对了 好啦 其实我常在讲 我说 基奇的问题 其实还真的蛮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最近值得比较强 因为上银先涨了嘛 上银不是在创新高吗 今天的上银也小涨了 最近有点从高档拉回来 最高是248 今天售盘345 是不是还在高档 对嘛 只差三块钱 但是呢 上银我从210买进来 一路涨上来 它这一段涨的过程当中 值得它是从100块 109 杀回到80块嘛 所以现在才回来嘛 所以值得是什么 落后补涨 你回头想一想 是不是落后补涨 那也是未接的问题嘛 对 所以昨天 昨天晚上有一个 脸书的一个朋友 在我上面留言啊 在我的粉丝页留言 老师是真的很用心 那我都跟他回啊 是 他说啊100块过不去啊 这个他先跑了 那我有跟他谈一个东西 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投信 因为最近投信连买三天嘛 到昨天值得连买三天 如果投信是错过了上银呢 哦 大家可以去 那个留言还在 你可以去看 我怎么回答 值得玩味啊 这句话 如果这个 投信也看好工具机这个产业 可是 他们错过了上银 因为上银是外资买了 他们错过了上银 你觉得他们会来做什么 他会来做什么 买值得嘛 因为 你值得 你好没梗哦 我都顺着你的 真的顺着 你之前讲过 有几种 我就会 不定时的回答 我们的股市 爱就爱得 值得 今天真的很值得 错也错也值得 对吧 其实我真的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的理念被市场认同 我觉得我的开心 不是值得今天涨停板 我会 你做会员 你当然会开心 因为今天有会员 在我的这个私讯上留言 老师 谢谢你 一定要把他报老 我说我当然会报老 所以我常在讲 我说 其实做股票 它就是一个 你做什么产业的概念 那你做的是短线 我就短线进出 我做的产业是长线 我就波段操作 我的概念上是这样 那好的股票 我希望买在低基期 所以我买41的加百玉 今天我听到有同业 进来帮我共襄胜举 有啊 棒棒棒 买在46块 46块7啦 我们就说他46块好 我买41块的加百玉 你买在46块的加百玉 谁会赚钱 同样一支股票 今天收盘叫44.7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加百玉 你就等着解套嘛 会啦 一定会的 但是呢 你就卡在那边 你干嘛呢 所以同样的逻辑 像我今天在LineA上面 我也是这样表达啦 今天我们其实 台股有三大族群最强 哪三大 第一个半导体吸金元 对吧 今天半导体吸金元很强 那3532台胜克拉到掌平板 第二个叫N秒CC N秒CC经过了修正回来之后 华星科突然窜起来了 对 这就是我要的 我有跟各位谈过 N秒CC里面比重最大 叫华星科 可是当华星科 长不上去的时候 你真以为这个合生糖 会长得动 一样会拉回来 但是合生糖有阻力 好 华星科今天很强 N秒CC 因为它修正回来 第三大族群叫MOSFIT MOSFIT的概念 也是有缺货的题材 我说如果这三大的题材 涨价的题材 在今天都反映 说明一件事情 你们一定要仔细的听清楚 好 它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农历封关前 你要赚钱的话 最关键的一场讲座 就在本周六 1月20号 礼拜六早上 桃园场下午台北场 我要帮各位挑选出来 第一位阶高层长 2018年的超级大黑马 我会帮你挑出来 我要的是低基席 我要的是他未来 具有大成长 这样的一个题材 才是投资朋友 要去做的嘛 而不是半导体细菌 你知的我知 他知天知地知 所有股市的投资人 都知道半导体细菌员 今年都很好 可是他的股价呢 在高档 高基期的股票 我们不要再碰 否则短线上面 你很容易受伤 为了不让自己受伤 别让女人流泪 所以呢 现阶段我们的操作 是要往低基期的角度去走 那这一部分 我会帮各位选好 欢迎各位打电话 进来报名 老师一下唱歌 一下呢 这边女人流泪的哦 真的是超多梗 老师根本就是 投资界里头的综艺咖 其实差一点 因为抓去当歌星 你知道吗 被抓去 对对对 在路上被人家碰到 真的哦 你在路上唱歌被人家听到吗 对哦 随便哼两句之后 就有心态来找我 真的假的 假的 要不然就没有 那个洋反了是吗 好的 好了 老师呢 是很轻松幽默的 跟大家来分享 每天在盘后的这个时间 那么股市也已经 今天已经收市了 那么在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要轻轻松松 最主要是 你要懂得产业了 老师呢 每天都分享的 都是这样子的好观念 希望大家呢 过去操作不是这样的话 或者是没有赚到钱的话 可以扭转一下 改变一下下 那么当然老师 这边的演讲会的讯息 那待会呢 会透过了工商服务的时间 跟大家来再说明 听众朋友有兴趣 可以仔细的聆听咯 好 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留言投顾 杨天迪杨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西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当然今天很恭喜 杨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推荐的值得 今天的强拉涨停之外 那么接下来 新的低位阶高成长的 大黑马骨在哪里呢 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预约登记 礼拜六杨老师 这边的演讲 上午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您可以透过 0223219933 23219933预约登记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 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 股市战将 华兴投雇 林何彦总顾问主长 101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News98 98新闻台 好 投资理财王的 第二个单元 进行的是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就是 华兴投雇的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好 老师 我们看到台股 真的如您所说的 哎呀 跌下来的时候 要赶快买 哇 这个台股的指数 真的是已经 来到了 11071点 成价量 持续的放大 持续的 价长量增 今天的成价量 是1489亿 这是还没有 包括盘后 加薪指数的部分 涨幅的是 0.6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 也是涨蛮多的 涨了0.54个百分点 好 同步的进阳 好 那么接下来 其实我们又很关心 就是说每天 老师呢 我可能都会一直问 就是说 真的很多人 一开始都不相信 可是呢 真的相信了之后 又一直怕 一直怕 又很想要知道 老师怎么说 所以呢 是一直 在很特别的 一种循环 那老师在旁边偷笑 对啊 说太久了 都没在听 好 那么接下来 应该如何再来掌握了 那我知道老师 在礼拜天 有办演讲嘛 那么有新的明星股 他们又具备了 什么样的特色吗 今天排面上 哪些重点观察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这个礼拜天 有两场讲座 以前我们都是半礼拜六 这次想说 半个礼拜天看看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 记得是礼拜天 元月21号 礼拜天 早上是在桃园 下午是在台北 那这两场讲座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谁才是今年的大明星 谁才是今年的大明星 刘德华 已经有点老了 那阿妹 五月天 这个当红 当红什么意思 当红就有如 有些股票已经涨很高了 那个你再去买 也没意义了 谁即将脱颖而出 成为明日之星 这个才是我们这次讲座 要跟大家谈的 目前还默默无闻 可是接下来将会大放异彩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昨天开始接受约报名 昨天也陆陆续续 有人开始打来报名了 那你昨天还没有报名的 今天你可以赶快打电话 进来报名 先进来抢位置 因为位置有限 如果说你没有太晚报名 结果导致用赞的 我也不好意思 我讲得很起劲 然后你赞的脚好酸 这样也不好 所以打电话进来预约报名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好的 好我们回到行情的部分 那现在应该很多人 已经感受到那种 点头如倒算 对 林何彦说的这样有做吗 是不是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 你看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昨天道琼大涨322点 哇 好厉害 在礼拜一的行情里面 道琼是开高280点 286点 结果一路压回来收低 礼拜二啦 礼拜二是休假 原本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哇 道琼这支上影线 280点的上影线 这些麻烦呢 代表上面压力很沉重 没想到昨天道琼一天 涨322点 马上把上影线 礼拜二的那根黑棒 完全的吃掉 再创新高 真的很厉害 那不但是道琼涨 美国的四大指数 全部都大涨 那这里面尤其是 非诚半导体 更大涨了2.89% 四大指数可以用狂奔来做形容 美国昨天在涨什么股票 一些重点股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美台之间 行情是互动的 美国什么股票动 那么相对的 台湾这边 跟它有相关性的供应商 自然而然也会被带动到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大涨几家公司 简单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苹果 昨天又涨了2.9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179美元 苹果创历史新高哦 苹果股里面来注意哦 另外一家SkyWords SkyWords是专门提供给苹果 PA公寓放大器的厂商 独家供应的 昨天也大涨2.3% 所以跟着苹果一起涨 昨天微软涨2% ASMOR ASMOR是专门在做 半导体设备的 供应台积电的设备 昨天大涨6.8% 所以今天台积电 跟着一起涨 可能它有先见之明 知道台积电今天要大涨 所以ASMOR昨天提前先涨了 Intel昨天也涨了2.9% NVIDIA NVIDIA是全世界最大的 AI智慧晶片的公司 就是灰达 昨天也涨了2% 也是创历史新高 美光昨天大涨3.1% 美光是全世界第三大的低润厂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 德州仪器昨天也大涨5.5% IBM昨天大涨2.9% 这个都是重量级的部队 Tesla昨天也也是上升2% 波音747 波音昨天涨了4.7% 一些卖场股昨天也不错 包含Best Buy 沃尔玛 Target 这些昨天也都大涨2%以上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真的好热闹 好精彩 今天台北股市 哇 1万1122 最多涨了118点 其实行情要来1万1千点 大家都知道 因为民间早就在流传了 你看民间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讲 万一来了怎么办 对不对 真的吗 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 想要偷吃零食 万一被老师看到怎么办 老师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对不对 很多那种民间的礼语 到最后都会成真 之前大家讲万一怎么办 万一来了怎么办 其实我问你 万一来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 跟着买就对了 脑筋集团问我不太会 你看昨天外资大买110亿 对呀 1万1千点了 很多人会担心 他们还是大买 结果反而外资竟然是大买 那万一外资大买怎么办 跟着买啊 顺势 对不对 顺势跟着买就对了嘛 这还用说吗 对不对 你看12月26号 大跌100点那一天 当天加全指数在10400点 全市场大家都在喊空 反正你那天跟大家讲 赶快买 很快就会上来了 而且我还讲说很快就上来了 你看从我讲完之后 一路涨到现在 730点 已经730点了 好吧 你说上礼拜好了 上礼拜 三礼拜四 又突然急跌个两天 跌了140点 我是不是特别跟你讲 蹲下来是好机会 是难得让你捡便宜 获得好时机 对不对 我也是鼓励你赶快下去买啊 你看从我讲完到现在 又是连涨4天 4天下来 已经涨了140点了 涨5天了 昨天第4天 今天是第5天了 5天涨了352点 很恐怖 5天涨352点 这段期间你随便买 不能随便买 随便买搞不好要赔钱 你只要买对啦 你只要听林何彦的话 不要去买的那种 起情管的 我们一起买底部的GEO股 你要赚个15% 你要赚个20% 15%是多少 100万赚15万 20%是100万赚20万 我相信在这段期间里面 都能够达到啦 除非你硬要去买那种 涨很高或者很投机的 那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所以 相信林何彦的分析 我相信这段期间以来 你们都已经印证到了 昨天 外资在台子棋部分 也加码了4053口的进多单 目前外资在台子棋的进多单 有高达52,417口 这个量还蛮大的 昨天外资大买股票110亿 而且都是在买全职股 这已经很明显了 这已经很清楚了 外资打算用全职股 来让加全职股 快速的拉升 在做什么 除了让他台子棋赚钱以外 也是在嘎空头跟嘎空手 因为很多人还在看空 很多人还不敢买 我昨天还特别查了一下 你知道目前选择权的部分 做空的put 109万口 之前最多都到70万口 80万口 这次竟然到109万口 哇 那么多人看空 怎么办呢 做多的call 昨天只有48万口而已 那个差距已经差到60万口了 那么多人看空 当然外资要用全职股 来嘎你们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呢 有时候想想都想不懂 股票市场明明顺势做 就能够赚钱 对 什么叫顺势 我之前教过你们嘛 对不对 一条高速公路 有分北上车道跟南下车道 明明台股的列车 就在北上车道 一直在加速前进 你怎么会把它看成是南下车道 这完全都看错掉了嘛 南北车道 你都看错边 那怎么办呢 所以操作卖鸡肉 跟着趋势走 趋势你看不懂 或者你趋势有怀疑 那就听林何彦的分析 我在看大半很准的 我相信这几个月下来 你们都是印证者 你们也都是见证者 那当然个股的部分 有些股票其实 跟指数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你看今天最多涨到 100点的时候 光是台积电 就占了65点 就占了65点 这样有恐怖吗 鸿海也占了6点 台塑化占6点 日月光今天也占了2点 台达电占3点 联发科占6点 你知道光是这6家股票加起来 就占了指数92点 几乎加全指数的110点 就被他们占光了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跟指数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是操作台子旗的 你不用那么在意指数 完全针对个股去出发 这样就对了 纵使指数跌 你选的股票还是涨 这样就好了嘛 你还是可以继续赚钱嘛 那如果你跳不到好标的 没关系啊 我们有强棒初级对不对 强棒初级是领和宴 要帮大家赚钱的诚意嘛 你还不是我们伙伴的时候 你还不是我们家族成员的时候 那我只能用这种短线两三天 来帮大家建立信心 来让大家赶快能够赚到钱 这是领和宴的诚意啊 那如果是我们家族的成员 我们会带进带出 选底部的基优股 让大家一档一档 安安心心的操作 你看这段期间以来 我们节目开播以来 才短短三个月时间而已 你们看到的 台表科 我从26块开始讲 涨到36块 38% 长龙海运 16块2开始讲 涨到18块7 也15% 金山店 从57块开始讲 涨到73 也28% 对 3481群创 这个更明显 才四天时间而已 12块4 今天最高14.25 也15% 4天15% 那个效果是很快的 所以告诉你的是 方法对 赚钱是很轻松的 重点是方法 你要有对的方法 你才有办法在股票市场 长期的赚钱下去 我相信你每个人 进到股票市场 都不是想要说 一天两天 或者一个月两个月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 股票市场 能够长期的获利下去 像股神巴菲特一样 对不对 那你想成为 股神巴菲特的接班人 那方法你要对嘛 是不是 长红也25%了 心浦接又继续大涨 很多赚钱的机会 当然很多已经涨很高的 我再跟你推荐没意义 谁是新的明星 只将冒出头来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来跟大家做 一一的解答 打那进来报名 好 谢谢老师 好 老师呢 一直跟我们讲 就是说呢 到昨天为止 还讲说 赶快买 赶快做 赶快赚 但是呢 真的还是要选对股 老师一路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 在投资市场当中 也不要因为 行情热了涨了 你就乱买乱做 那么老师呢 是坚持直买底部的 机优股 也推荐这样的个股 给大家来做参考 欢迎你持续锁定 而在周末的演讲会 也欢迎大家 可以参考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掌握到 今年新的明星股哦 在1月21号 礼拜天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哦 何彦老师 跟大家的见面会哦 这个演讲会 欢迎听众朋友呢 提早预约登记哦 好02-239-239-239-88 239-239-88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想想看 自己的操作 或者是你自己的心情 是如何哦 是一直在旁边看 或者是呢 一直在做相反的方向吗 或者是有赚钱呢 希望大家呢 是成为最后一种哦 成为了赚钱的这一方咯 那么接下来 又应该如何掌握呢 老师还会跟我们 大家呢 分享更多的 好的个股哦 好的机会哦 好 接下来时间 再请教老师 好的 万一来了怎么办 赶快跟着买就对了 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 好的 那当然乱买 可能会买错 所以你一定要买到 对的股票 我的方法是 对的方法 只买底部GEO股 那当然啦 底部GEO股有时候 也是蛮大的一个族群 那从里面挑最好的 但这个在挑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们也比较没有办法拿捏那么准 没关系 我们的量场讲座 你来听 这量场讲座 都好康的哦 我来跟大家谈 谁是今年的大明星 已经过气的 什么叫过气 就是已经涨完 开始在下跌 那叫过气嘛 对不对 当红就是已经涨很高的 叫当红嘛 那个你都占不了便宜了 要找那种 才刚要开始冒出头的 你投资它 接下来利润才会是最大的 所以这两场讲座 礼拜天早上的桃园 跟下午的台北 谁是今年的大明星 我来为大家揭晓 更重要一点 你知道外资昨天买了110亿 从12月26号到昨天 总共买了550亿 这里面已经创造了 两组新的新主流 两组新的主流群出来 这个新的主流群在哪个地方 我一并在演讲会场告诉你 所以这本来天安杠 关系到第一季年的操作 是不是能够压队主流 来赚到钱 赶快打仗进来月报名 昨天外资大买台积电 买了15000张 所以台积电今天大涨了3% 因为外资大买 49771张 你用一张25万下去算 多少钱 大概120亿 今天大盘1489亿 将近9%都是台积电 可是外资昨天台积电 它不是买最多的 昨天外资买最多的股票是哪一家 3481的群创 昨天外资买群创买了91000张 你知道四天下来外资买群创买了214000张 我在上个礼拜三跟礼拜四 我们就开始12.412.5就开始买了 我在节目上面也有跟大家分享 把群创的种种力多都跟大家讲解过了 你看四天下来 群创大涨了15% 今天来到12.4 四天15% 很厉害 四天五天就涨了15% 涨幅很大 很恐怖 主管机关说我们节目一直在谈绩效 可是我们说的是事实啊 对不对 我们有凭空捏造其他任何股票 我们讲的每一只股票都从 我们开始介入 就开始跟大家分享 像演连续剧一样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让大家看到 每一只股票实际的过程 还有我们操作的实况 所以我们说的是实话 不是我一直要讲绩效 如果是捏造的 那当然就违法嘛 是不是 可是我们实际上从任何一只股票 第一点开始 我们看到的利基点 开始跟大家分享 一直谈 谈到现在 那你总不能都讲一些 下跌的股票 赔钱的股票吧 这样谈一谈之后 大家对股票市场就没信心了 你要让大家听我们节目 感受 哎 股票真的会探结 有方法啦 政府也希望说股市能够越来越蓬勃 股市蓬勃对 经济也会有帮助嘛 那所以我们的分析 从底部开始 我们的分析 从个股的低点开始 一路有的股票 讲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有些股票 一档股票 讲三个月 让大家看到 哎 真是太细了 那个过程 那你在对股票市场 你的兴趣才会越来越高嘛 群创间是开高走低 哎 好现象啊 外资大买之后 行情不可能一直涨嘛 对 有涨有跌 当有蹲下来的时候 那也是提供给你减便宜 或者好时机啊 美股净值高达26.1元 友达群创 这两个要注意 友达昨天外资也买了 四万两千张 两天买了九万四千张 你知道昨天 友达ADR 又大涨3.3% 两天涨了6% 以友达ADR 目前的价位换算台北股市的位置 大概在13.7元 友达今天收在13.05 比美国的价格矮了6% 所以友达随时他都还会再继续补涨 我说的股票都是底部的基欧股 你们都可以放心的去注意 那党党底部基欧股 那个涨起来幅度都相当可怕 都相当可观 这里面比如说5534的长虹 对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72、73开始买的时候 我是说了 今年的大黑马 今年的大黑马 你看讲着讲着 都来到90块钱 今天长虹有蹲下来 好事啊 如果之前没跟到的 接下来买点出现 你还想赚他钱的 带好卡布 买点到我们会再出手 买点到我们会再出手 你只要记得 方法是最重要 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 在股票市场上面赚钱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方法的话 那不妨参考林海燕的做法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我不会带你追高 我不会带你买投机的股票 这种方法是最安心 最安全 能够长期赚大钱的方式 连股神巴菲特也是这样做 要请网包的 最后一顿的要加油 这个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要不然报名 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 谁是今年的大明星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好可爱 把我们私下的秘密都说出来 当然我们很谢谢 主管机关的关心 那么 但是我相信 忠实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很肯定老师 就是说 老师推荐的这些股票 第一个 它就是真的是底部的个股 那么也都是极有股 而且老师是长也讲 跌也讲 包括了群创 长虹 对不对 其实这两档 今天也都是跌下来的 可是老师也是一路的追踪 所以这个部分 也希望主管机关有感受到 好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 再来把握呢 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您把握 老师提供给大家的一些 演讲讯息咯 今天访问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头顾 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胜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我们就进入广告的时间咯 好 何彦老师呢 在本周日哦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呢 有一场教学式的讲座 那么同时呢 也欢迎听众朋友 对于接下来 今年的明星股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把握咯 好 预约的电话就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那我们明天见咯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赚在这里 tend性是吗 我做的事情是因为